缅甸该怎么办呢 27号血腥的镇压死了上百人 美国决定了要停止跟缅甸所有的贸易跟投资往来 这禁令要持续到缅甸民选的政府回归为止 实在是因为27号这一天枪口对人民对头部所造成114条人命 这是缅甸军方政变以来 从21号到27号真的是最血腥的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这骇人听闻 而且根据他获得的情报 很多人完全不必要这样被杀害 但是人就死在大街上死在政府的枪下 因此决定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制裁